在清华大学2023级本科生报道现场 记者采访到了来自贵州省遵义市 丰香镇的新生黄炳涛 在清华大学食堂吃的第一顿饭 小黄同学的感觉特别温暖 清华大学2023级本科新生黄炳涛 办理完入学手续来到清华大学的食堂 和妈妈姐姐每人点上一碗馄饨 这也是他在清华大学的第一顿饭 味道的话没有什么不同 但由于在清华里面吃的 然后就感觉就特别的温暖 清华大学2022年全新升级的临床医学八年制 卓越医师科学家项目 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学生 来自贵州省遵义市凤香镇的黄炳涛 就是其中的一员 吃完早饭 黄炳涛和妈妈来到宿舍收拾行李 这个是新生首长 这个应该是给我们大一的新生 然后指导方向 黄炳涛毕业于南白中学 初中阶段家庭遭受重创 父亲车祸瘫痪 全家仅靠妈妈打零工维持生活 在好信人的帮助下 黄炳涛顺利完成初高中学业 今年他以686分的成绩圆梦清华 成为丰香镇十年来第一个考入清北的学生 从没走出贵州的黄炳涛 这次和母亲一起来到北京 来到清华大学 难掩内心的喜悦 收拾完行李 黄炳涛带着母亲在学校转了转 拍几张校园的照片 分享给了在老家的爸爸 黄炳涛说 医生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之一 救人与生死之间 毕业后他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贡献一份力量 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贵州省或者周围其他的省 他的医疗条件还是比较差 我现在学医 以后的话能尽量改变一些就改变一些 我想的是以后救死扶伤 社会多做点贡献 学医以后当医生了 他救的不仅仅是一个人 可能还挽救了一个家庭 北京台报道